毒品可说是孕育罪犯的温床 因为毒品呢不但会让吸毒者吸上瘾 也会让毒贩还有吸毒者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虽然国家大力反毒 原来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 他今天坦诚 国家的反毒政策不但没有奏效 毒品犯罪率更是有增无险 因此呢阿莫扎西表示 政府将会痛定思痛 重新思考反毒政策的方向 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 今天出席大马反毒协会代表大会 承认政府多年以来所拟定的反毒政策 以失败告终 认输但不服输 因此扎西表示 未来将会拟定更完善的反毒政策 并将会为所有的反毒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增加拨款 势必要打赢这场毒战 五百万加五百万 政府大手笔的出资一千万令吉 当然不是给爽的 扎西说 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所以所有的反毒机构 明年都一定要做出成绩来 否则他就要收回所有的拨款 因为不能够做事的 留你何用 如果我没有看到 50% 在31 Desember 2018 2018 saya umumkan peruntukan itu ditarik balik saya mahu tuan-tuan dan perempuan berjanji di depan saya berjanji